大家好 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啊 先插播一条硬广 我们准备在6月的21号到6月的26号 带领大家呢 去山东省进行游学 主要呢 会去到三个城市 就是威海 青岛和青州 那么听这个名呢 大家就猜到个十之八九 因为这个威海和青岛呢 主要是跟中国近代 特别是海军的这个兴衰 被殖民的这段历史 是密切相关的 这是我们平时呢 讲的也比较少的一个内容 比如我们到这个威海会看到著名的刘宫岛 北洋水师提督的衙门 著名的甲午战争纪念馆 这是我认为呢 在中国同类的纪念馆当中建的最好的之一 还有呢 比如我们会看到这个定远舰一比一比例复制的这个模型 另外呢 如果我们到了青岛会看到很多著名的德式建筑 因为当年它是德国的殖民地嘛 1897年德国强租交流湾之后才有的这个青岛市 那比如像它的天主教堂 基督教堂 总督官邸啊 什么总督府等等等等 很多地方 另外还要名人康有为的故居啊 还有著名的这个劳山啊 这个劳山道士啊 这是很有名的 从小我们看动画片里就有这劳山道士 我们可以到劳山一探究竟 另外呢 青岛是中国唯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地 那中国在一战的时候虽然置身事外 但是日德两国为了争夺青岛大打出手 所以青岛有一个著名的一战遗址的博物馆 很值得一看 青州就不用说了嘛 著名的青州造像啊 号称青州的微笑的佛像 所以呢 虽然它只是一个县级市 但这个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啊 所以非常值得期待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啊 好啊 咱们言归正传 咱们现在看见无论中外的一些活动当中 都有宣誓这个环节 英国国王在登基前要得到大臣们的宣誓效忠 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上也要捂着圣经宣誓 这个环节到底咋来的 经历过哪些演变 今儿呢 咱就聊聊这个 现代的宣誓制度追溯根源 可以追溯到古希腊 人们在做什么事之前 必须要到神庙里对神做出承诺 作为一种精神道德方面的约束 已经渗透到了古希腊社会的方方面面 一个普通的希腊公民 一生中要正式立下许多誓言 青年成人礼的时候需要发誓 加入政府的公共机构以后需要发誓 被卷入到法庭当中时也需要发誓 甚至当自己所处的城邦 面临什么重大政治改革的时候 全体公民要一起发誓 这种制度也被沿用到治国当中 比如雅典的执政官在上任之际 要在广场的祭坛和魏城 两个宗教地点宣誓 体现誓言的神圣性 如果执政官违背了誓言 需要立一个金像献给神赎罪 城邦之间的外交活动 也都在神庙中进行 两国外交官在神庙中宣誓 达成结盟或者互不侵犯的协议 波罗奔尼萨战争中 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就曾几次进行和平宣誓 可是由于在其他国家的挑唆之下 这个宣誓被扔进了垃圾桶 两国重燃战火 在这场战争当中 希腊有一个小邦国叫麦勒加 他一开始是雅典的盟友 后来改换门庭背叛了雅典人 还导致雅典在当地的驻军全军覆没 由于这个麦勒加的倒戈 让雅典处处被动 被迫和斯巴达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这次失败也让雅典人对麦勒加愤恨不已 后来伯利克里竞选雅典首席将军的时候 就在传统宣誓的内容里加了一条 每年发起至少两次针对麦勒加的战争 这种宣誓制度在其他文化当中也是殊途同归 犹太人文化里边宣誓最早被记载在创世纪当中 来源于上帝对人类许下的承诺 而在伊斯兰文化当中穆斯林对于誓言更是极端看重 果兰经明确要求人们必须遵守自己曾经的宣誓 中国民间会用结义的方式互相宣誓 几个人形成共进退的利益团体 朝堂之上先秦时期各诸侯国定立盟约 也要杀牛济天 并且把盟书写在布帛上焚烧或者深埋于地下 这也是一种宣誓 游牧民族的新大汗在刚刚登基的时候 会和朝中重臣一起宣誓 这个仪式可以认定是未来国家的基本权力架构 黄太极刚刚登基的时候 就和戴善阿敏 满古尔泰三位贝勒一起启示 黄太极先是宣誓 我若不敬各位兄长贤弟 不行正道 天诛地灭 咒我短命 另外三位贝勒也发誓 誓死效忠新汉王 可是后来几位贝勒无一例外遭到了黄太极的猜忌 而且都被安上了不忠的罪名进行打压 黄太极算是带头违背了当初的誓言 黄太极的行为也是中国古代宣誓制度的缩影 由于古代政治制度往秦制上变革 越来权力越向君主的方向集中 君主没有什么需要为臣公负责的 所以他不需要宣誓 而臣民更不需要宣誓效忠 因为你忠不忠诚 只是皇上一句话的事 你自证忠诚没弹用 由于欧洲社会没有到秦制化阶段 所以他们的宣誓制度一直保留 13世纪英国率先把这项制度固化为政治环节 1215年 英国的一众贵族造反 要推翻国王约翰 面对贵族们鸣晃晃的刀剑 约翰只能怂了 在坎特布雷大主教 斯蒂芬兰顿的调停下 国王跟贵族签署了大宪章 要求英王保护教会的权益 保护贵族免受不正当的刑罚 改革司法制度减轻封建赋税 同时要求叛乱的贵族向英王宣誓效忠 此后大宪章虽然几经修改 但宣誓效忠环节一直被保留 1688年英国公众革命 主张恢复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 被贵族集团赶走 远在荷兰的玛丽威廉回国登基 然而坎特布雷大主教为首的 几百位宗教人士 拒绝为新王效忠 理由是前任詹姆斯二世 只是流亡而不是退位 他们原来的效忠依然有效 宗教人士拒绝宣誓 就给了詹姆斯党人可乘之机 在18世纪他们先后两次发起叛乱 甚至联合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展开复辟活动 一时之间英国政府忙的是焦头烂额 所以后来英国议会吸取前人教训 又通过一项法案 要求新王登基大典上 全体子民必须对英国王室宣誓效忠 咱们开头提到 这个宣誓是在神灵面前发誓 对于无神论者来说就没法宣誓了 而英国的议会宣誓效忠 又是一个必须要有的环节 因此英国议会长期都不欢迎无神论者 哲学家罗素的爹 也就是前英国首相约翰罗素的儿子 安伯利伯爵就是一位无神论者 本来凭着老爹的威名 这哥们当个首相没什么问题 可是他偏偏是个无神论者 而他终身就只能远离政坛 直到1885年 英国下一院才允许出现无神论议员 他们的就职仪式不用对着神明宣誓 只要做出正式的承诺就行了 到了近代以后宣誓这项流程 被大部分西方国家写进法律程序 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 美国内战的时候呢 国会于1862年通过了一项法案 要求所有的政府人员和议员 都要宣誓没有自愿加入过南方军队 或者为南方政府服务 等到内战结束之后 这项宣誓内容依然没有更换 在全国范围内实行 用于打压南方邦联的人 这就引起了南方人的强烈不满 在他们的不断上诉之下 1867年美国高院裁定此项宣誓违宪 对宣誓内容进行修改 并且呢在1884年正式取消了这项内容 罗马教皇庇护时事 一直是现代主义思想的坚定反对者 认为现代主义是异端邪说 1910年他在一份诏书中宣布 天主教所有的神职人员 信徒还有宗教学校的老师 必须宣誓反对现代主义 这项内容一直到1967年 才被保罗六世废除 宣誓是一个对着神明表决心的流程 到今天呢宣誓实际上就是 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宣誓最大的目的 其实呢是让你把某些必须的话说出口 所谓呢君子一言司马难追 要说出来反悔 就给了人攻击的借口 信不信倒在其次 至于神明能不能听见 估计议员自个儿也都是唯物主义者 不信神明那一套 好了啊 关于先世的历史 咱们今天呢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